王世坚今天去占何志伟这件事情 本质上是很不给赖清德面子的 其实赖清德的诚信条款 除了王世坚不鸟他之外呢 还有其他人也不鸟哦 有谁呢 这个立委苏巧慧今天被问到 新北市议员彭家云表态参选立委 你看他也没有这个什么诚信条款嘛 所以呢苏巧慧就说 每个地区的选情不同啦 这个不同考量予以尊重啦等等的 你赖清德硬要提一个 所谓的大局绿营版本的大局条款 说是诚信条款 就你提出来之后完全没有人要甩你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新的新闻是在讲说王世坚选立委嘛 那网友赞绿营的阳心去立法院教训他们 那王世坚呢 他是不顾赖清德提的所谓的大局条款 以现任议员的身份 去挑战民进党现任的立法委员何志伟 坚哥他几乎每天都接受媒体的访问 但他的背后从来没有占这么多人 那大家知道他背后的人都是哪一些人嘛 都是英系的人 那过去呢 其实坚哥是没有特定派系的 可是这一次英系是全力挺王世坚 对抗绿色友谊连线的何志伟 那何志伟绿色友谊连线的背后又是谁呢 其实赖清德 所以王世坚对上何志伟的这一战 他其实是英系跟赖系的互打 所以非常非常的精彩 过去王世坚他都是一个人 甚至他跟英系的关系也没真的这么好 大家知道吧 这个中泰花园案 就我在2022年选前打的最后几个案子 那那时候蔡碧如委员他还公开讲到说呢 这个皇城国有介入 那王世坚议员他在这个案子上 就是站在皇城国的对立面的 我之前在关键碰到他的时候 我们两个还针对这个案子进行一些讨论 就在讲说要要求杜发局 说要尽快拆除等等的 我们思想还做了一些讨论 对他跟皇城国其实相当不合的 但是皇城国在选后 就是赖清德这个当选以后 似乎淡出这个淡出目前啦 那英系里面呢 据说也是已经分崩离析了 但即使是分崩离析 他们还是一股力量哦 所以你看到这一次坚哥身边 站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有看到张茂南嘛 有洪建议是第一个讲说 王世坚他要去选士林大同的嘛 还有刘耀人也在嘛 然后这些人其实都是属于英系的 所以英系全体支持 王世坚不顾赖清德所提出的 大局条款去挑战现任 所以这个是一个背景 那何志伟他是谁呢 何志伟绿色有连线阳性银行 这是他们的一个背景 那但是其实实际上在这一两年来呢 他们是非常非常支持赖清德的 来怎么说呢 我这个是故事我曾经讲过 就我有个朋友他们有一家店 那何志伟呢就有到他的这个店里面 然后呢跟他们聊一聊 聊一聊 然后呢就是觉得说 哎这个店很好啊 然后在台湾至光啊等等的 那他回去了以后呢 他回他回 就是他离开之后 哎没多久 赖清德的感谢状就送过来了 所以你要知道哦 赖清德他在被捆龙所绑住 在他的副总统的位置上面 还不是党主席身份的时候 是谁在帮他跑地方 就是何志伟在帮他跑地方 所以何志伟算是 他在立法院里面相当重要的这个装脚 所以很遗憾的是 尖尾鱼三人组呢 这个尖哈已经被收服了 然后他要去对付尾 然后再来鱼不晓得情况怎么样 我们等一下再来谈一下高嘉鱼 好 那这个时候 你看到这个监委大战 他背后代表什么意义呢 其实王世坚 我在上次的直播里面 不是有谈到说 王世坚有可能会去战 这个中山北松山的事情吗 那那个时候呢 伟汉哥今天跟我说 哎小心我有看你的直播 你猜对了 我那天跟你讲的话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就伟汉哥的消息来源 这个民党高层告诉他说 民进党的党中央是希望征召 是不是希望找王世坚去选中山北松山 但是王世坚呢 他没有最后没有选择去中山北松山 他想要去这个大同士林 那我们等一下会来分析一下 大同士林中山北松山 为什么王世坚会做出这样子的选择 第一个我们要先知道王世坚的选区是哪里 王世坚的选区是中山区跟大同区 那他呢在中山大同来讲 他当然都很强 但是他的大同呢强于中山 那王洪威的选区呢 是中山加北松山 所以等于是说呢 王世坚要在他的选区里面 比较弱的一块 再配上他完全不熟悉的 比较深蓝的北松山的选区 所以这个对他来讲 他可能会考虑到说 他进到大选之后 不见得能够获胜 那再来 他如果是对上了何志伟 要初选嘛 因为何志伟的这一区 居然非常绿 那你初选如果能够通过的话 国民党在这一区还在找人 还在还不知道说 要这个找谁来出战 我自己都还没有听到 有找到人选 那就会变成是他比较强的大同 再去补一块呢 什么 一部分的士林 那士林呢 是何志伟比较强的 就是他们的家族啊 亲戚的势力啊 然后包括他们的 整体的这个财力跟装脚 在士林是非常强的 好那 但大同呢 其实王世坚是很强的 所以他如果能够整合 整个英系的力量 一起去对付何志伟的话 我觉得他们两个五五波 王世坚是相当有机会的 尤其是何志伟的仇恨值 在绿营里面 其实相对的偏高 其实王世坚他去战何志伟 那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我必须说 对于这个民进党 在台北市的这个 整个年轻选票的带动 还是会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以国民党的角度来说吧 其实何志伟继续赢得初选 对国民党在大选 比较有利多 但是呢 从一般普通选民的角度来说 就如果我今天 许晓星不是政治人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话 那我应该会选择王世坚 所以这个两个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就是我讲何志伟他有地方人脉 然后呢 他有非常强大的资源 所以他其实还是有可能战胜王世坚 可是王世坚今天去战何志伟这件事情 本质上是很不给赖清德面子的 其实赖清德的诚信条款 除了王世坚不鸟他之外呢 还有其他人也不鸟哦 有谁呢 这个立委苏巧慧今天被问到 新北市议员彭家云表态参选立委 你看他也没有这个什么诚信条款嘛 所以呢 苏巧慧就说 每个地区的选情不同啦 这个不同考量予以尊重啦等等的 这个就是让大家觉得说 说真的 你赖清德硬要提一个所谓的大局 绿营版本的大局条款 说是诚信条款 就你提出来之后完全没有人要甩你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绿营版本的大局条款